OK 下一圖了 看完之後我是明白什麼叫做F 我們都成為了F 觀眾全部都成為了F 不是 畏了三觀味 畏了三觀味 他不是畏了三觀味 他直接摧毀了你的淫 人都不是告訴你 這套東西它有幾個問題 什麼是淫 什麼是生命 什麼是自由 其實這套東西不是推理作品 純粹是一個哲學作品 有味道哲學 他是探求著 什麼叫人心 他發生了一些疑問給你聽 什麼叫自由 What is freedom 你看整八字尾在這套作品 已經開始遠無倫次了 這套作品當然 我們頭三答案講的就是 由西村教授和文繪 他們兩個進入了曾河田博士的研究所之後 發生了一件密室殺人事件 就是曾河田 嚴格來說是密室死亡事件 那他講了殺人事件 他又挖得你手腳被人擠下來還是謀殺 明白嗎 不是的 都是殺人的 殺了他的女兒 都是殺人 OK 我們先不說那麼前 這件事已經這樣 然後他在交代 那個故事交錯了兩件事 就是在交代曾河田博士的過去和現時點裡面 究竟現在發生什麼事 當然在上媒體要裡面我們都講過 什麼是人生 我們得出了一個很偉大的結論 就是不重要的 其實在有女兒面前 是 人性 當一個女人 應該說當一個女性 是有女兒 我覺得重點是 在你面前說 什麼是自由 自由就是 先搞了 至少他在性解放方面很有自由 你見到就是 尤其是在我們身分之後 我看第二次的影片 嘩眼子亮 他叔叔開頭是多麼迷茫 到 搞完之後 他個人 多麼兇頭 他那時候 一開始有龐八在問很多人生關係的問題 之後他沒有運過 之後 真的沒有問什麼呢 這件事真的 我這個子華是看得很兇頭的 是經過那個三十分鐘 翻文公園之後 我明白到 人生是什麼 他一口是口煙之後 還是剛才張辦 他一叔的人生觀 已經被摧毀了 不是摧毀 是建立了新的人生觀 及時行樂 喂 曾賀田博士是什麼 他是一個很偉大的 工程學的程式員 重建一個人的價值觀 有多難 曾賀田是程式 不是工程學 你搞錯了 在過往的故事裡面 其實就是講到 曾賀田博士 為什麼要殺死他的父母 而在現時點裡面 究竟曾賀田博士 和新藤所長 即是阿蘇 即是過去的阿蘇 究竟是怎麼死的呢 被什麼人殺死 也有 而殺死了那個人 即是假設那個人 殺死了他 又如何進入了密室 又出來 一直懸念了一個問題 除了動機問題 很多問題 而這套東西叫做什麼呢 最混淆大家的地方 並不是事件裡面有什麼線索 而是問你 人怎麼能夠生存的 吃東西 呼吸吧 玩東西 跟著就說 他講了很多叫做什麼呢 是一些思考方法 他說是沒有給過答案來的 那沒問題 尤其是當中裡面 無論就是什麼 回憶裡面 文繪和曾賀田教授的對答 是很圓 他不停是用問題去答答案 齊哥應該是曾賀田的女兒 那我們之後會講的 然後就是西村和文繪的對話裡面 就是不停的 他講這些是什麼呢 我不用答案來回答你 我用問題來回答你 那明白的人 他問的問題都幾乎等同於 人生的終極問題來的 就是這個人是怎麼存在 怎麼來 怎麼去的地方 那你只能夠不停有問題去尋求 那個終極的答案 就是你把一些事情篩走了 原來是可以的問題 沒有實際的答案 是的 而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這套東西裡面 他不停說一件事情 就是什麼呢 至少西村的劇情報裡面 他覺得就是什麼呢 他有一個覺得是什麼 什麼叫做正確的人 甚至什麼叫做自由 他有一個 但是叫做什麼呢 他經常都跟文句說 我跟你看的東西 那個人不同 你的答案 未必是我的答案 我未必是我的答案 然後當一些對話裡面 就說了什麼呢 這件事情才是正確的人生態 就是我三個角色 創評文配和四季那裡 就是分別說人 就是他們要怎麼看自己 就是文配是很俗 有些人的事情 一定不做得來 可以殺父母的事情 那就身以為人外 不會做的 創評就是 他覺得這些事情 在人的區學之中 是不太重要 但是他都被人 被這些事情控制住 我還有一個大學教授 我還是被一些 我開了無聊的會 還要繼續去開 他還要維持我的職位 他還要維持我的職位 他思考上有超脫度 但是他人做不到 文配是什麼呢 相信人類歷史裡面 定下的一切的價值觀 道德觀 西村就是創評 他的理念就是什麼呢 現在的倫理觀 或者任何一切的價值觀 並不是絕對 也都不是正確 但是什麼呢 因為我生存在這個社會裡 我要接受 我要去遵從這一個的 所以至少你很理解 為什麼創評又會這麼養慕四季 因為其實他就是 我想去超脫人生觀 但我還是一個凡夫俗子 我被這些事情困擾住 但是四季就是沒有 不是四季 在他那條道路的前面 他想做的事情 四位都做了 他都想走這條道路 但是什麼呢 等於有些人有什麼呢 我知道這件事是對的 但是叫做什麼呢 環境因素 令到我不可以做這個選擇 文配是見不到這條道路的 創評是見到這條道路 就是他們一直在那個 對答裡面 一直都是說 我和你看的道路是不同 我和你看的視點是不同 因為其實叫做什麼呢 你可以叫做說 文繪那種是什麼呢 很現實主義者 那個現實不是說 他物質的原因 而是他什麼 他的思考方式 因為有A 所以有B 你可以說 這是一種理所當然的想法 這種理所當然的想法就是 西村創明一直在說 你不跳出這個思考的話 你是解決不了這件事情 就是因為 那個人不是用這條路來玩的 正如他那時候 就是文配嘗試 用這個 推理什麼叫做成為F 那個F 那時候他就是說 那個說法 他丟很多隨機的視眼 好像跟F有關係 然後嘗試找一個 正確的答案 好像相比之下 你比較正確的答案 而覺得是這樣 創明跟他說 其實不是這樣的思考方法 創明跟他說的就是 你是隨機找一條路來走 假設他是正確 就是什麼呢 而創明跟他說的是什麼呢 他是要先找到的終點 而先去走這條路 那不就是先看劇本答案 又想說到的 就是 你懂了 有馬說的東西是正確的 我都盲點了 這件事件裡面 很肯定一件事就是什麼 你要很快掌握到這件事 或者故事裡面 我和你講 你沒有差不多的數學基底 或者你沒有差不多 編輯程式的能力的話 你要花點時間去消化 我作為一個文科人 聽到這個十六進制 那裡已經開始 腦子已經關掉了機 什麼叫六五五心 為什麼六五心 是一個極限 一個程式編寫的一種極限 是的 叫做什麼呢 但其實 我覺得這套東西裡面 就是什麼 很多時候這些詞語 他不試圖用一句 他很容易去解釋給你聽 就是剛才那句話 總之六五三五 是這種十六進制的程式裡面 一種數字顯示的極限 是四個位的顯示極限 是的 而他用一大抽 整個維基百科去抄襲 塞進你的腦子裡 然後他就說 這樣就是十六進制了 謝謝你 我完全不明白 剛剛你不說這一句 我是 什麼極限的意思 就是六五三六五 可以再上了 然後他就說 什麼叫特洛伊木馬程式 還有什麼叫病毒 這個比較簡單一點 根據現代人的 電腦保安官的話 應該就好少少的 如果問這個問題 等同於就是問你 知不知道什麼叫洗版 知 解釋一下什麼叫洗版 其實是很難解釋的 點點點了 其實是什麼呢 我們知道的概念 我們是一個很朦朧的概念 我們是什麼呢 我們明白的 但我們未必會說得出 我們很形象化去說出這件事 反而我只是這樣說 特洛伊木馬的好少少的字 至少他講了 就是告訴你 他很精確的描述 一兩句說話 他描述了 定性意是什麼 但其實會引落外部的 還有我覺得其實挺妙的 這件事 尤其想回整件 我看見那個最終謎題 就剛剛講了一個女兒 那件事 特洛伊木馬就是 當年那些士兵 進去的木馬就是 收買了木馬的肚子裡面 然後就摧毀了 很形象快 其實很形象快 想回那個女兒 收買了肚子裡面 然後就摧毀了這個人 就是那個女兒被人摧毀了 當然你說 OK 四龜博士的最終目的是什麼 他想得到自由 其實是什麼呢 由他過往的故事 他勾引他的叔叔 殺死他的父母 他目的是什麼呢 他是為了得到自由 哇 很偉大 但是他沒有定義過他想要的自由 先勾引叔叔那裡 他其實有定義過的 因為他精心策劃這件事件 的原因就是什麼呢 他認為死亡 就能夠得到真正的自由 而西村是問過他這個問題 為什麼你不自殺 因為他覺得就是說 人不是由他自己的意願 來到這個世界 所以應該是什麼呢 不是由他自己的意願 離開這個世界 離開這個世界 先叫做圓滿 嗯 或者他這樣說 最後他也說過 人生存就像疾病一樣 而這個概念 其實呢 是有一個 在這個故事裡面 有一個反擊點 他叫他那個女兒殺他 就是你佈局 那就是 你指定了時間要那個女兒殺他 那你不是 就是被人殺 他的看法就會變成 如果以他人生存的疾病 其實一般一個人 解決了一個疾病那一刻 就是他自然病死了一刻 就是他自然死亡了一刻 就是他自然死亡了一刻 他現在就好像找了一個醫生 幫他做安樂死 一樣 先行了結了他的生命 但是 對他來說 這個我覺得 他找他的女兒殺他 這件事是不圓滿的 因為是他計劃出來 而那個女兒就是什麼 那個女兒是指定時間就是什麼 總之我十五歲生日 他要他的女兒殺他 這件事就是什麼 那都不是有 都是你一手造成 那跟你自殺其實是沒有分別的 只不過是你假手就是你女兒 就是這些天才的東西 你是不會明白為什麼的 那是有什麼分別 那沒有辦法的 他作為一個天才 雖然經常思考人家自由的問題 但是從小到大 他最後能夠做的 都是嘗試用自己的手 去解決這件事 尤其想想一下父母那件事 最後不就是用自己的 他用自己的手 用把刀殺死父母 他對他來說就是什麼 他不想讓任何人左右他 他做任何人 對他來說就是什麼 有一些小小 現在來說叫做反社會人格 就是什麼 他認為就是什麼 人的意志 是不應該受其他人 人去擺佈 影響的 所以那個研究所 才是對他來說理想的地方 因為不需要見任何人 不受任何人規管 因為他現在就是支配 伯父母的女兒 他沒有意思 對他來說就是 有買房租的問題 你是支配另一個人的人生 而這件事就是什麼 他放租了這個價值觀 在他自己身上 街上說 如果我的女兒 認同這種界別的公共 是不是殺了他 更何況最諷刺的事情 就是最後實際上死不了 實際上因為 他的女兒被問了一個問題 因為文潰問了一個問題 你是誰 然後他的女兒 就被一個很深的問題 包住了 難倒 難倒 即是說 我媽媽也沒有這麼深的問題 我媽媽也沒有告訴我 我連什麼名字都不知道 當然 我們在故事裡面 更加 我們真的不知道 四季博士 這位女兒 究竟 叫什麼名字 她連名字都沒有 就離開了這個世界 所以他問你是誰 都很難回答 我真的是誰 其實 他自己可能都不知道 因為沒有人向他下定義 沒有人向他下定義 因為他的世界太狹窄了 他的世界裡 最初只有他媽媽和他 雖然反對 有一個人給他一個定義 但他沒有嘗試 從觀察 從這個世界 接觸到這件事 應該是他沒有自己思考過 了解究竟他自己是什麼 因為其實 如果在我這個概念裡面 在我們的理論來說 應該說 我這個定義 是由其他人的回饋 去形成我這個概念 你要先定義到 什麼叫做我 因為就是 你能幫得出 你跟其他人的分別 進而確立了 就是你知道什麼叫做我 而在 曾賀田博士則 四季的女兒 在他的世界裡 只有他 就是他比較裡面 當然只有他 而他初次接觸 問他這個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 第一個見他的人 如果以這個故事來說 應該就是 在這個位置裡面 他就知道 原來這個世界 有其他人 有其他的價值 他開始是什麼 開始確立到什麼叫做我 在他之前 其實他不屬於 甚至在我們 他不屬於有一個自我意志 他純粹是接收這個諮詢 甚至你可以當他 是一個機械人 他媽媽說什麼 他就是什麼 所以可以想像 這個文貝 作為一個問他 你是哪一個 的開頭之後 他會經常追問 文貝 為什麼你 父母死亡的一刻 是怎樣的情況 你有什麼反應 因為他知道 是什麼 他即將面對的事情 這是一個經驗者 對他來說 他是想知道 死了父母之後 有什麼感覺 沒錯 就是說 優先得知這個感受 讓他可以預言 優先偷看這個劇 所以那天 他那時已經不可以 再是他自己 因為他已經勾起了求之欲 做了一個任 不是那個程式 已經好了那個任 不是那個程式 已經好了那個任 對 最終你說 究竟四季博士追求 其實是什麼 我覺得四季博士 其實他表現這個人 其實是不完整的 嗯 你會覺得 這傢伙對我來說 就是什麼 在我的角度 你追求他的自由 就是什麼 我不讓人抓到 Catch me If you can 但他又要很吊詭 又要試一下 Catch我 為什麼要留下 他又說自己 他說什麼 不要所謂 你就是嚇我 然後就是什麼 然後他心裡就是 神經病 這個也是我的曲 神經病 火鑑 你真是 還有這些 還有 還有他很肯定 他有勾引這個腦 的潛性 的潛性 搞完阿叔 再選個創評 對啦 創評明顯 他的口味很明顯 少看到他的 他勾引他阿叔 的目標 其實是什麼 他就是創造一個 就是沒有人左右到他的環境 你可能可以理解到的 就是他用他的肉體 去換取 他希望得到的自由 然後跟著什麼 原來那個自由 並不是自由 他對自由 一個再新的定義 就是剛才說 經歷了死亡 這件事 就是自由 然後他經歷不了 然後他創造了 剛才我們說的 女兒最終都是殺他 所以 其實我是不明白 為什麼他要殺了那個女兒 為什麼 你是找不到原因 為什麼他要殺了他的女兒 是啊 不是 他是要 他的女兒的身份 代替他的身份 他就在這個世界上不存在 而那個問題是什麼呢 然後他在那個虛擬空間裡面 其實我是特意留下一些線索 讓你可以找到我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玩我 我也是說 他有勾引阿叔的喜好 應該只是 我明白 因為 其實 我們聽到 反而很合理的說法 就是他可以有個身份代替 以為他死亡 他這個世界上自由地活著 這個是我們人類的觀點 覺得很正常 但是如果真的在說四季的話 這個事情重要嗎 這個事情 不重要 不重要 這個事情 他已經是超越了這個格局了 所以反而奇怪了 所以他突然覺得 他會覺得 他會變回一個正常人的思考邏輯 沒錯 這個事情才是 你會對四季博士這個人 就是什麼呢 他一時一樣的 你可以說他 在追求的道路上 還未到達終結 他還未得到 你可以說 是不是未得到 未得到得了 但是其實應該這樣說 這次的事件 老實說我覺得 就是 不符合就是什麼呢 他一直想提出三種人 就是創平 文潰 和四季博士 這三種不同的人的價值觀 但是什麼呢 他最失敗的是什麼呢 他為了終結 去提出什麼 四季博士 什麼叫做終結 但是這個人 並沒有去到終結 因為老實說 如果這個角色 你應該是被創平去擔任 他是叫做什麼 不想不下 到了些 又不到些 這樣的狀態 但是你現在就是什麼呢 變成就是四季和創平 那個色 重結了 令到一套東西 突然間覺得 我真的不知道你想怎樣 其實 你說到很高深 但是那個人 其實應該是什麼呢 他只是 空口跟你講法解 或者是什麼呢 色即是士兵 空即是士兵 但他心想有錢 比心想有錢 但我暫時來說 我都未做到 我有這個理念 對 身體方面的慾望 都是需要先解決的 我跟他打仙機 但我未成功到佛 對 所以你這樣說 其實 這個位置 你說你跟我說 你是創平造舟 我跟我說 很合理 他還沒到 他那時候是什麼 我是很高的 不過 我仍有需要 我仍有肉體上的需要 你成年 你都覺得 你講得通的 你可以說 他是假高深 假高深 不是真高深 但實際上 他還未跳出這個框框 是的 但是我們 所以 究竟 這個 這個 如果這個 思想承認的 終極究竟是怎樣呢 因為老實說 你可能覺得 四個位博士 他唯一所做的成功 就是什麼呢 他在某些位置上 就是說 他真的做到那個位置就是什麼 他是超脫了一切我們能夠理解的價值觀 因為他根本就不是走這條道路 嗯 其實有些像你說 在空之境界裡面 其實都有涉及過類似的條段 嗯 我不是遵循這一個的價值觀 我不是走你這條channel 我不是走另一條channel 你沒有資格質疑我這條channel 因為就是說什麼 我這條channel的人就是什麼呢 只有在我這條channel的人才可以控制到 嗯 你不是 即是叫什麼呢 外星人來地球犯法 只有外星人能夠charge我 地球人是不能夠charge我 就像出到公開一樣 是嗎 是 其實這條channel 不過有點差距 賭神 所以這套東西 正正就是敗筆在這個位置 令到整套的最後就是什麼呢 你要覺得就是四位博士 一切的痕跡 跟他的理念是完全不合 不能夠 融會貫通 所以你覺得這套突然之間 是會降格了很多的 其實我都覺得 可惜的地方就是在這裡 至少我 我一開始對媒體已經不敢興趣了 因為我都猜到 一類小事通常都是借這些案件 去拿一個故事的舞台出來 然後去present角色 但其實角色在這方面才是很重要的 如果他講那麼多哲學的對話 那都是哲學對談 如果我的角色不是有吸引力 去告訴我他有什麼想法的話 那為什麼我不找回 本身講哲學的哲學家 看他的書去理解這個事情呢 那是沒有需要的 看這個故事 但是這一套作品裡面就是 這個創評沒有什麼反應 就是一個死於眼的博士 四季去到後期就已經崩壞了 那文貝更壞 文貝呢? 就給我整件事的感覺 就是一個長期喝咖啡的故事 正常人 不是啦 是長期喝咖啡的人 正常人都不是 什麼長期喝咖啡的故事 告訴他是什麼 就是你想到你自己 對不對 因為你喝咖啡的時候 沒想過長期喝咖啡 其實整件事就是 我一個很噁心可數的大小姐 所以這個故事裡面 最完整的角色 就是叔叔 就是所長 他是忠實這樣 將他的理念 由開始到到實行 到到完結他的生命 他真正考完他的人生 他的理念得已完成 他的任務完成 對 老實說 你不要保證 他真是在這套故事裡面 最完整的人 我只是想他一死 我只靠一死 在他手上 他被四季影響了 沒錯 他叫做真正的得道者 並不是四季 是所長 所長是真正的 由其他人的怨言 是被其他人 剝奪他的生命 他這個剝奪的時間 他不知道 四季決定而已 不是他把他的生命 交給四季 你什麼時候拿了他的生命 作為你的用途 你什麼時候拿了他的生命 作為你的用途 那你就拿他了 由他小時候到 他拿了他父母的命 他已經渴望他的生命 總之是那一刻 被四季勾引了 那一刻 他已經定下 他自己的終極人生觀 這些才叫愛 這些才叫偉三觀 對的 道德觀倫理觀倫理價值觀 我記得你說過 毀滅了 他連物理觀都毀滅了 條頸命插一把刀 就可以舉手勢 愛的力量 他得道了嘛 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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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來看 聖先 聖先 對 所以故事 你說 他那些理念 我實在叫做 未必人人入口 這套作品生蟹 嗯 無論是畫風上 因為當初看這套東西 那個兇手好像很高深 一個很神秘的感覺 很得道的感覺 但是 最終出來 不是一個普通人 這樣的感覺 立場就會大 大的時候 會令動畫不好看 這套東西 我覺得唯一是 他說的每一條問題 你能夠給到一個清晰的答案 你嘗試記錄下 如果有興趣的聽眾 嘗試記錄下所有的問題 然後你回答一次他的問題 你回答到的話 證明你是一個 所掌級 不是 你看 你在抗議神明方面 其實 是有些功架的 你適合做老師的 或是你 如果要做所掌級至少 你應該是 你要先回答所有的事情 你要先找個幼女出來 大哥 其實 最後我明白一件事 為什麼創明導不了這個境界呢 喂 不是 太熟了 其實有一件事 有些懷疑 他知道他生出來的一定是女 生出來的那個兒子 怎麼辦 真的 這件事 搞不到了 你去到這個 這麼現實的問題 我就是問 我呢 在叫做 認知裏面 我不知道為什麼 一個人 他是不是真的可以 厲害到就是他生仔 做什麼 然後逢針自己 什麼 都搞定了 老實說 我只知道他是什麼 他是一個 情識員 不是 他是一個天才 有這個知識也算 有這個體力做到這個事情 他竟然可以 昌平這位工學部建築是副教授 可以跟你講哲學 可以跟你檢查電腦的筆 是電腦工程師來的 這個世界是天才 Hardware的程式顯示 都是工程的一部份 所以說 天才這件事 學會很多 但其實創評也沒有單售出公開 你知不知道 創評 他失去了 唯一的機會就是 在會議裡面 我們可以回答你 他就是在問他 還在幼女的時候 還可以批評他 所以 他不能夠得到 所以 所以 所以他就是活在一個 道德的框架底下 又不上不下 今天多麼慘 真的 真的 沒有教壞人 沒有教壞 他這個道德官 你可以接受 可以不接受 是一個全式的道德官 或者在文賠 level 變神功 是的 必先有女 OK 那 這套 我都說 這套 大家如果真的要看的 他真的挺深的 嘗試一下 你這麼快 如果答到那個問題 你才會答G這個字 好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